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戴着口罩保持适当距离 也尽量不交谈 至于在西北市石门的肉粽名店 店内动线顺畅 一次也只放来几组客人 因为店家要求客人先拿号码牌 时间到再来取餐 这样就不会一堆人挤在柜台乱糟糟 但店外还是有民众站在路边等 车子随便乱停 这些一度引发在地人反弹 这个端午廉价 还是处于三级紧接着紧绷状态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数据显示U-Bike的使用量比上周大 路上的车流量也变多 这些都显示民众外出的活动量增高了 市民朋友的活动 似乎比平常高了很多 起码比例最少5.8 那昨天晚上高达16.8 拜托大家 不要再过庸 不管是返乡还是出游 可别因为思想情窃或一时松懈 防疫的洞越破越大 到后来得付出更多代价 三级新闻正有了一层潮组 新北报道